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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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大家先做第一個練習 第一個練習是跟上一次教的課程內容有關 我們上次有跟大家提到通路有五流 然後五流 資訊流 情流 傷流 人流 跟精流 這裡要談的是說 主要是這是一個連鎖體系 就是成品 在成品的這一個連鎖體系 請你界定一下 這裡有他的門市 他的總公司 他的開發物 成品開發物流 也就是他合作的物流業者 也不是他合作物流業者 他們自己集團底下的物流公司 然後還有農學社 出版社 還有其他的發行商之間的關係 請你畫出他們的資訊流的關係 這裡所謂的資訊流 你們只要做 訂貨跟銷售 訂貨跟銷售的資訊流 來做就好 不用太多其他複雜的部分 如果是以訂貨的流程 是怎麼發生 因為訂貨也會從那裡開始 原本的答案就是應該要從那裡開始 訂貨的行為 首先應該是農學社會提供一些書的資訊 你不是說你對成品比較熟嗎 為什麼你又從農學開始 各個成品的人是會跟總公司去做訂貨 OK 然後總公司這邊要幹嘛 總公司他會先匯集訂貨 OK 所以開始不是在這裡嗎 然後呢 然後匯集訂貨完之後 他會去跟那個農學社 或者是其他的發行商去做訂購 Good 這叫大量訂購 OK 大量訂購的好處是什麼 會有大量訂購的資訊 OK Good 再來 然後 你很熟嘛 你會這樣講 然後這時候農學社 那時候他已經有 過嗎 已經有過了嗎 還是還要再跟 好 這也是個問題 一個好問題 好 是跟不是你會 你的答案會是什麼 我先鼓血像是他4 OK 然後這時候他就會大量的出貨 可以成為有物流的資訊 OK 然後成品公司會把各個門市的訂貨資訊給物流公司 你說這個 對 成品公司 OK 這個也是3 各門市訂單 然後 然後 然後當然 你現在有物的行為 這裡會是什麼事情 出貨給各個門市 OK 好 那剛剛蔡正義的答案當中有一塊 跟出版社之間的關係 的確這個問題是個好問題 通常不是在他有大量訂購的時候才會下訂單 不是這樣子的 通常他一定會先大量進貨到這裡來 這已經事先做了 為什麼 因為農學社我們說他是什麼樣的一部物流業者 上次我們講過 他是買賣型的物流 好 你是買賣型物的類似 什麼是買賣型物的類似 什麼是買賣型物的類似 買賣型物的類似就是 他有點像是一個 Holeseller Holeseller OK 他是很像一個經銷商 他大量買進商品 然後再賣給下游 所以他等於是先買進了 然後下游需求 他就不斷的出貨給他 所以這個其實事先已經先做大量進貨 給各個門市 給各個經發行商 所以這件事情並不是發生在之後的 就是說不是在大量訂購的時候 他再把訂單的轉Path 給這一個出版社二 好 那我們這個題目呢 其實不只問流程 還談到技術 OK 黃世維 對 你們講一下這一系列的過程當中所使用的技術 如果以這裡的話 會用到什麼技術來做 各門市向總公司訂貨 這一過程用的 EOS Electronic Ordering System EOS 那成品總公司跟 把這個各門市訂單提供給成品物流 你覺得是用什麼 為什麼 它叫做銷售點即時資訊系統 欸 其他東西就銷了 欸 電子電話系統 那為什麼要用電子電話系統 而不是用你剛剛講的EDI 蔡振宇你笑得太誇張了 因為它是體系內的 什麼體系 就是他們那個書的體系 所以農學出版社不是書的體系 是啊 所以等一下你都會給我答EOS的意思是不是 好 我問你 那我再問下一個 這邊總公司怎麼跟農學的大量訂購 用什麼系統 這個就一個問題 這大家 你不是說都是在體系內的嗎 那為什麼這裡也是書的 圖書產業 他們是不同的東西 OK 所以剛剛講的其實 所以體系是指集團 有一個以成品集團來講 這個是他們的內部用的資訊系統 包含成品開發物流 成品的門市跟成品總共識之間的 communication 是用Electronic Order Recession 我們說EOS 基本上是針對集團內的訂單交易資訊的提供 那EDI主要是產業別 以產業的邏輯來做 來設計這樣的資訊交換的環境 所以他們走的是EDI 那當然如果農學 他如果他跟出版社之間 是用電子化的方式來做訂貨的話 你覺得應該是用什麼 技術 黃氏維 對的 如果假設這裡也有訂購的行為 當然他也會私下去做訂購 然後才會大量出貨 因果關係應該是這樣子 雖然這兩件事不會同時發生 不會有關聯的發生 那你覺得他訂購要用什麼 EDI 因為他不是處於同一個集團的 所以也是走EDI 所以大概是這個樣子 所以我們上次主要跟大家介紹了 一個主題之一就是五流 五流當中的資訊流有包含了訂多 所以只有講到訂貨 那銷售呢? 銷售的話一樣的 各個門市會把銷售資訊 我用別的顏色 各個門市會把他當天的銷售資訊 在固定的時間固定的頻率 提供給他的總公司來匯整 OK 那銷售資訊透過什麼系統來提供給總公司 就是要加用什麼系統 PoS系統 PoS系統 PoS系統有哪些基本的元件 所以他是透過PoS系統 有終端機 有Reader 去每一次銷售的時候 就去刷那條碼之後呢 把這個銷售的資料keep住 然後給總公司來匯集 總公司會在PEX給上游 在這個體系沒有 我們之前講711 他會再把他提供給上游供應商 告訴他們說你的商品的銷售的狀況 在各課程的一個銷售的狀況 在這個體系是沒有這樣子的 他不會在feedback上有的發行商或是出版社 總公司掌握了門市的一些銷售資訊 可能做些什麼決策或分析 好 銷售點的銷售區是分析 那他有什麼 各課程的購物編號 那這個各課程購物編號的前提是什麼 要能夠掌握這個資訊 有提供年齡的資訊 除了一種方式是可能會台人員 根據這個人 我在結帳的人的長相 或是揣測的年紀來判定他的課程 那還有什麼可能 對嘛 會員制 就是說 當他有一個會員制的這種case的話 他在結帳的時候 他就會把會員資料 跟著他的銷售紀錄和在一起 所以我們剛剛提到的 可能各個銷售點的銷售趨勢 然後以及各個課程的銷售偏號 或甚至有可能他可以判斷所謂的主力商品 所以主力商品可能 也許他的銷售量最多 或是他的銷售金額最大 或是他所引發的利潤最多等 很多種面向來分析 所以大概我們再把上一次的內容 簡單的跟大家做這樣的review 上次我們主要講到的是中間者 我們是看到中間者存在的優劣 其實站在很多的立場 我覺得說我不要中間者 供應者直接對利潤Meyer聽起來似乎比較簡單 而且利潤不會被中間者所剝削 可是事實上中間者有他存在的意義 第一個他可能提供一些比較專業的服務 那這些專業服務包含了中介 銷售資訊的中介 物流的服務或是金流的服務等 那所以他是某種程度也是不可被取代的 所以整體來講呢 到底中間者該不該存在? 我們曾經講過一個字眼垂直整合跟水平整合 水平整合跟垂直整合的差別是什麼? 垂直整合是從上游到下游做的activity 整合在一起的這個狀況 所以他是異業整合 那如果是水平整合通常是同業的 有競爭關係的同業的之間的整合關係 那你可能會很好奇同業怎麼可能會整合? 我們之前有跟大家講過 類似像貝利達康這種例子 他是很多個便利商店的連鎖體系聯合形成的第三個公司 那另外一個公司 那這公司當然為什麼這些會合在一起? 有些時候在商業的行為上 很多時候是老二老三聯合起來 跟老大抗衡的這種邏輯會存在的 所以垂直整合跟水平整都有可能會發生 垂直整合的經濟效益大過 如果專業分工所帶來的這個風險分攤 把一些業務交給專業的來做 那也就是委外 那委外可能可以帶來一些好處 就是說他提供的服務比較專業 也可以減少你在做這些不專業的工作 所帶來的風險 你把風險分攤給這些委外機構的話 當然你的這樣的效益大過這樣的 這大 A大於B的時候 中間者會存在還是不存在? 你自己做 你從頭到尾做的產生的效益大過 我把它分攤 所以中間者就不存在 反之 如果 經濟效益低於 他只能夠獲得的風險分攤 中間者就會存在 OK? 我們要講的下一個主題是第三方物流 你們陸陸續續開始有同學在做作業衣 然後也在跟我要歷史的個案 那這當中有些人說 他選的個案要跟第三方物流比 那因為我們還沒教第三方物流 有些 有些同學所提供的個案的確是第三方物流 有些我不知道 因為我沒有辦法從你的描述以知道說 他是不是第三方物流 第三方物流是有一個嚴謹的定義的 並不是你可能說 他是第三方物流 因為他公司的網站上有寫 他是第三方物流 這個也不一定能夠成立 因為有些時候公司的講法不等同 從學理上認定的第三方物流 他是符合的 所以我們這裡要特別講第三方物流 那你們 有些組我有給你們個案 有些甚至我可能pending 後注說你們先在確認 今天教完第三方物流的時候 你再搞清楚那個公司的樣貌 來判斷他是不是第三方物流 然後他比較個案 是不是寫第三方物流的公司 OK 好 那我們先來講第三方的物流 那第三方物流呢 在講這個之前 我們先談物流業者可能在通路的角色 好 第一種可能物流業者在通路裡面 他其實獨立於買方跟賣方 然後提供的是 就是 說幫買方 或是賣 幫賣方去做訂單處理 然後可能幫忙做配送 這個大家可以很理解 因為既然是物流業者 你很直覺就覺得有做配送 然後可能也許說倉儲 就是代儲 把東西儲存在他們的倉 物流業者的倉庫 他可能有對應的倉庫 然後付款的 付款的服務 好 線上你能不能舉一個例子 物流業者有協助說訂單處理的case 如 黑貓 黑貓在這邊就是 黑貓他有一個黑貓探險家 他專門做民產的宅配 所以他在線上發展了一個民產的購物網 這個購物網當然是黑貓所擁有 消費者在線上所訂的資料的東西 再把他轉給商 民產家 民產店 所以這個過程他有幫忙做訂單處理 做配送 所以他對你的模式圖是長這樣 他可能把錢給supplier 然後這個把物提供給他 然後這個當中的一些相關的工作 包含資訊是由物流業者做 物流業者來從事這居中的這些專業的services 那在這種狀況之下 這樣的物流業者在偷目所扮演的角色會是什麼 鄧家綺 這樣子的物流業者所扮演的通路角色是哪一種 OK 功能性 他是專業通路成員裡面的功能性通路成員 他不是主要通路成員 因為他不擁有物權 所以他是屬於專業通路成員裡面的 功能性通路成員 他可能是一個對於是供應商而言 他可能是buyer 物流業者本身是buyer 是跟上游大家買進商品來販售 所以對下游的buyer而言 他是個supplier 所以他本身沒有獨立於買賣之外 雖然他還做配送看起來很像物流業者 可是事實上他還做買賣 在這種狀況之下 他是屬於哪一種通路成員 鄧哲成 他比較像是哪一種通路成員 主要通路成員 為什麼 他買進來物權歸他所有 然後再賣出去 所以他是主要通路成員 那我們也講過 這樣子的物流業者 我們統稱叫什麼物流 買賣型 上個物流業者可是他又介入在買賣的行為上 OK 好 所以有關於他的物流業者在通路中的角色 大概有這兩大可能 會不會 坐在那裡 這類一大可能 也不會 你看到台灣嗎 然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